Hello大家,今天依然是有一个开箱 有开箱的日子就还是蛮开心的 这个配置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考虑一下的 首先放出两个条件 一个是凯利28 对,凯利28就是蛮精巧的包包了 外风,对外风 那种帅气的感觉大家应该想得到 BOX皮 传承皮革的这个魅力大家是知道的 然后就是颜色了 颜色啊,金属扣啊,橙色啊这些 橙色不好的我也不会收,对不对 所以,那可能到现在为止 最重要的就是颜色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颜色的 开箱吧 居然有盒子 哦,还有说明书 说明书 说明书,盒子 防尘袋 我先戴好手套 露出了一个手柄出来 就是它 看一下 其他的配件先 哦,这个也是配件很齐啊 呃,有小防尘袋 煎袋 然后,哦,对了,这个有一点点小不幸 小不幸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锁 没有锁,只有钥匙和小皮套 没有锁,只有钥匙和小皮套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为什么呢? 补一套钥匙锁的价格可能不到一千块啊 但是呢,这个小皮绳 是最贵的 就是这个组件里面的最贵的 OK,那这是配件已经看了 我来看一下这个包是什么颜色啊 金扣看到了啊 这个box皮 呃,会显示出有一些些这种 雾面的感觉 亮度没有那么亮啊 亮度反而没有那么亮 这个阻尼感并没有像说的那么好 还是有一点点松的啊 F克 仔细看一下这个包包 手柄看起来健康程度还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来看看 这个包包呢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从当时的照片上来看呢 就还不错 我对它也蛮期待 但是呢通过我刚才来看呢 它是正品没有问题 正品是正品的 正品是正品 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原始橙色的包包 它的外面的涂层呢 是有做过 难怪我看这个颜色会很奇怪 我给它放一个我之前内缝线 那只深蓝色的光泽度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这个完全就已经让它 把亮的那种box皮做的物了 一般来说在logo的位置 在logo的位置 它是不敢去做色的 做色就会变成 假包或者影响它的这种鉴定 哎呀好可惜啊 我是觉得box皮往往 不需要做颜色 不需要做涂层 就可以恢复的很好 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 基本上上游就会让它恢复的很好 但是这支有可能是 原来的主人觉得 有刮痕 然后不太好除掉 不太好卖掉 所以把它做了颜色 好可惜啊 然后呢 这个底部 如果它外面像这么新的话 对不对 它说是97新 如果像外面这么新的话 它的内里一定是没有过多痕迹的 这个痕迹就蛮重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可以看一下 痕迹就还挺重的 所以我要去和对方去沟通一下 我看一下它其他的部分 做颜色会一起全做了吗 正常的话 这个 能不能看到 这样的亮度是正常的 哎呀 然后 肩带的亮度也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还能不能给它把涂层去掉 哎 蛮可惜 蛮可惜 好吧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期了 虽然有一个开箱 但是 不是 不是我所能预料到的 这种 保养之后的这个包包 我个人内心会有点拒绝 又不是不能用 这当然是可以用的 但是它的光泽 并不是它原始的那种光泽 这种不负责任的护理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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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挺排斥的 好吧 好吧 嗯 我要联系退货了 这里有一处断线 所以 整体不会是像他说的 九七星左右 没有办法 哎 嗯 不要影响大家心情啊 我拒绝了就好了 好的好的 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我要接下来其他的工作了 明天见 拜拜